周棚上了 主要还是对于金星这一点的 一个封线上的防守 因为确实是刚才金星 在场上这几个进攻 投篮 包括各个方面 确实是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 其实这就是对于一个新的球队 他陌生的一些机会选择的判断 好球 这一次白晓天的防守 但是我们看还是球传出来了 三分球再重 18比4的开局 林丁谦今天一上来 手感就投开了 林丁谦 集听到中距离 好球 林丁谦真的是很稳 这一会儿我觉得 这踢练得有点狠 练得太壮了 感觉很僵硬 我觉得 顾全的延误 然后右侧我们看林丁谦 三分球的位置投进 就是这个 天一队就是打这个 天一队没有一个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五后卫 能够给 麦克斯去做这个个人的替补 这可能会等大外来了之后会 效果会得到一些改善 哎呀 这个有点放松了 说实话 来个抛头 召唤林丁谦 集听到中距离 好球 位置上面来讲 他都是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 我们看暂停回来 这边打了个5比0 林丁谦 三分球 把也做出回应 好球 现在甚至对这个防守出现一些问题 上线掩护 再往回转 林丁谦 这球自己脱手了 但是呢 球没抢回来 但自己马上是调整过来 这球差一点点就防下来了 林丁谦 我觉得好就好在 他在这个比赛当中的状态 是比较稳定的 就是他的这个投射的把握 以及还有比赛的感觉 他的调整能力非常强 对 他是具备一个成为高水平 一个优秀这个球员的一个潜能 嗯